哈嘍大家好 今天是汽車教室第一集 要來介紹 跟各位介紹怎麼樣正確的開車 那 開車從最基本的開始講起 其實要在上路之前 其實你的基本坐姿必須非常良好 那什麼叫基本坐姿 我們首先來看 那其實你坐在汽車裡面的時候 雙手方向盤基本上像這樣 握在三點鐘跟 九點鐘的方向 那有些人會有錯誤的姿勢 比如說兩隻手 握在奇怪的 比如說六點十二點 這個是不正確的姿勢 那你緊握方向盤的同時 你的雙手像現在各位看到的 其實是要保持適當的彎曲 那你的雙腳也是一樣 在坐在椅子上 背完全貼著椅背 然後靠著頭枕的時候 你的雙手跟雙腳都必須要保持 適當的彎曲狀態 這樣子你的腳 不管在坐油門 煞車 或者是離合器的時候 那才會有一個緩衝的空間 不會緊急情況 那種手打直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到你方向盤的操作 那再來 你坐著的時候呢 其實 一般來講 你的頭部 必須在 你的 擋風玻璃的 大約中間的位置 那 有的人會很習慣做得很低 比如說 他把椅子往下調 一直調 調到這種程度的時候 其實說老實話 你幾乎是看不到路的 那 這種坐姿其實 並 對於車子的駕駛 不會有幫助 而且會促增危險 那有的人呢 又是坐著老高 他習慣看到引擎蓋 比如像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 其實 在一般的路上 會讓你看不到方向燈 紅綠燈 還有 路上面的警示標誌 所以也不是好的方法 那 一樣 回到最好的方法 還是大約是在你的擋風玻璃 中央 中線 稍微噴下面一點點 還可以接受 但是不要坐太低 那同時呢 後照鏡的觀察 其實也是很重要 那有些路上三寶 幾乎不用後照鏡 那 整個車子都 送你三個後照鏡 不是用來化妝的 首先這個 左邊的後照鏡呢 當然是往左邊看 中央後照鏡 跟 右方的後照鏡 那 像各位看到畫面中 這個後照鏡的調整法 其實是 比較 激進一點 但是基本上是正確 注意看 其實也是看不太到 車身的 那一般上路的時候 其實 左右方的後照鏡 大約留一個 大約 六分之一 左右 是在你的車身 看得到你的車身 就可以了 不像有的人 會調到二分之一 都是照車身 這樣表示 你的後照鏡有二分之一 是沒有用的 好 那麼 現在我們是用一部 GT86 就是新的86 來給各位介紹 基本的開車方式 那 上路前一樣 基本 一定要注意的 要先看 後照鏡 不要不看後照鏡 就是所謂的 呃 左駕 也就是 我現在坐的位置 駕駛是在車輛的左邊 基本上這個屬於 左駕的國家 那你在路邊 起步的時候 一樣要先確認後照鏡 後方沒有來車 打方向燈 那 方向燈也不是裝飾用 請記得 一定要 床彎的時候 使用方向燈 要不然 別人根本不知道怎麼轉 切記方向燈不要打錯邊 比如說 左轉轉右邊 右邊轉左邊 這是非常要不得的 那一般的車竿設計呢 在 你 往 你的右後方 或者是左後方看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 像這部86當然 他是雙門的小跑車 那一般車實際也是一樣 在你的 基本上所謂的 這部車 沒有B柱 一般的車種 像你的 前方擋風玻璃 這個柱子叫A柱 依序往後 那一般的 如果是四門的車輛 像這部門 的後面 這個我現在可按的位置 一般的車這個地方叫B柱 那最後面 後檔 這兩條叫C柱 那一般來講 你從B柱到C柱中間 以這個86來講 是這個三角窗看出去的時候 一般來講 這個是你到車入庫的時候 看的位置 那一般的車子設計的 你看這個位置 從某一個方向點打過去的時候 剛好在你的後輪邊線上 這個我後面再介紹 好 那我們到起步的階段 從前 後方沒有來車 然後 緩慢的加速 並入主車道 這是正確的方式 好 那上路的時候 當然我們現在是在賽車場裡面 呃 我們是 用賽車場的路線 來各位介紹 基本的路線駕駛 好 那其實開車一上路 你不要先求快 齁 而是要先求穩 那開車其實 一切的一切呢 都是 所謂的 平衡 平衡 平衡不管是 左轉右轉的左右平衡 還有你的煞車油門 前後的平衡 那基本上就是 分配你四個輪胎的比重 齁 那 分配的越好 這個就是越快 的駕駛方式 齁 那麼 比賽車場上來說 其實有一個金科玉律齁 那你的彎到底要怎麼走線齁 到底實際上 複合彎道怎麼處理 這當然我們後面的課程會做詳細的介紹 那 基本上 車子要開得快 有一個原則 就是 你的方向盤 轉動的時間 越少越好 換句話說 你的方向盤 維持直線行進的時間 越長 那 你的 油門踏板 使用的時間 越久 這個就是 越快的開車方式 那其實 路線的 取 到底怎麼走齁 其實還是遵循到這個原則 所以依照這個原則 基本上 其實 到最後面 高階的技巧來講 還是會回到這兩個 基本的原則上齁 也就是 怎麼樣走線這樣的方向盤 維持直徑齁 就像現在直線的狀態 那你轉彎的狀態呢 都其實會 減慢 你的 行車速度 好 上路一般當然講 要注意安全齁 那 因為我們現在在賽車場齁 那下一堂課 也許帶大家到 實際的道路上行進齁 那以賽車場來講齁 你其實可以把 這個整個賽道 當成是 你平常 馬路上在走的 你自己的線道 也就是說 你把它想像成 我們現在在走的這個道 只是 因為我們左駕嘛齁 那所以說 你的車是靠 中線的右邊來行進齁 你現在把這個道路 當成是 你自己 走的線道齁 那 你跨越雙黃線 等於是什麼呢 那以賽車場的例子 你跨越雙黃線 等於就是 進到緩衝區 那想你知道 這樣子是不行的齁 所以說 切記平常在行車的時候齁 那個 一般的馬路不是賽車場齁 不要跨越 中線齁 也就是不要跨越一般的 雙黃線的地帶 那在賽車場一樣齁 你超線了 其實你就是到外面去 當割草機 或者是吃土去了齁 這都是不好的方法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晃一晃的齁 來各位介紹 基本的行進路線齁 那 當然我們是以速度快 為一個前進的方向齁 怎麼快又穩的開車齁 這是一個方向 那首先呢 在你自己的線道上面來講齁 直線的時候其實 沒有什麼問題 你愛走哪裡就走哪裡齁 但是 基本上你要考慮到 後面一個彎道的情況 那 一般來講 我們俗稱的外內外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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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彎的時候,順著這個弧度 往外拋 又回到了彎道的外側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外內外 像這個彎右彎來講 外側 往內切 內側 然後順著外拋 也就是加油門 方向盤轉弄幅度變小 慢慢慢慢慢慢的會來到彎道的外側 這個就是基本的外內外 那這個精神是什麼 回到我剛才講的 其實你要注意 走外內外的路線 你會發現你的方向盤轉動的幅度是最小的 一樣 就跟我之前講的一樣 其實 開車技巧到了最後 你還是會回到剛才講的那兩個 基本的精神 也就是方向盤轉動的幅度越小 也就是你直徑的時間越長 直徑前進的時間越長 跟著踩油門的時間越長 最終的速度就會越快 好 我們來稍微提高點速度 現在時速70 80 我們來過一個這個彎道 內側 拋到外側 這個是複合式彎道 那 當然提前講一點 複合式彎道怎麼處理 當兩個彎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發現 第一個彎如果用外內外界 你可能第二個彎 就會跑開外內外路線 你可能 變得更糟的情況 內外內 那這樣會減慢你的彎道速度 那在這種複合式彎道的情況下 你該怎麼抉擇呢 是我要快進 還是要慢進 齁 這個會取決在於你後面的直線有多長 齁再提一次齁 基本的兩個原則 方向盤維持直線前進的時間越多 踩油門的時間越多 你就會越快 齁 那所以說剛才的 組合彎道的例子來看齁 齁 那也就是說 哪一個彎道出去後面的直線越長 你應該以那個彎道為主 齁 以組合式彎道來講 那你進第一個彎 緊接著第二個彎 所以第一個彎跟第二個彎 中間是沒有直線的齁 那所以直線會出現在第二個彎之後 換句話說在組合式彎道裡面 通常是第二個齁 也就是比較後面的那個彎道 為主要的考量 你必須放棄第一個彎 把第二個彎的彎速做出來 之後你在後段的直線 才會取得 較高的速度齁 齁 那其實車手在 翻圈的秒數來講齁 你如果 慢進快出 與剛剛組合彎道的例子來講齁 你雖然說進彎的時候慢 齁 但是你出彎的速度快 那換句話說 你在後面整段的直線道 都是快的 所以最終你的 翻圈時間會比 所謂的快進慢出 還要快非常非常的多 齁 所以說記得這個原則齁 組合彎道的時候 你應該取 齁 哪一個彎道後面的直線長齁 齁 以那個彎道為主要 那放棄另外一個彎 齁 這個就是組合彎的 應付原則 好 那我們又重新一圈的開始齁 我們用稍微快的速度來做齁 像這個彎 100 110 120 齁 煞車點入彎 好 爬進彎道 內側 外側 這樣擋 齁 有點失誤 爬進外面了 剛才是一個不好的示範齁 快進慢出齁 你進彎的速度太快 沒有做好千份的減速準備齁 會導致你在後面出彎的第二個彎的時候的速度會大幅下降 那 剛才提到齁 後面是緊接著一個直線 所以 你整個場地的單圈做起來呢 你就會比別人慢得非常多 這是要注意的 好 好 一樣齁 我們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練習 外 內側 好 好 彎道到了 外側 減速 內側 外側 下一個彎 外側 減速 內側 小小的甩尾 這個是 後驅車好玩的地方 那 下一堂課呢 我們再來介紹一些其他 他進階的 稍微 稍微 更進階一點點的技巧 好 那 同時後面呢 我們會介紹各種車種的驅動輪的系統差別 好 比如說這部86呢 是後驅車 那當然一般人常接觸到的是前驅 好 也就是前輪驅動 那在中間呢 當然還有四輪驅動 那四輪驅動也有分全時四驅跟 跟 所謂的 動力自動分配的 比如像奧迪的 Cultural系統 那後面呢 我們都會跟各位介紹 那詳細各車種的 到底 前驅四驅跟後驅車怎麼駕駛 其實 駕駛的方式 有的驅動方式來講 是完全完全不同 在極限的狀況下面 這個都是要注意的 那所以說各位如果有機會 開到一些馬力比較大的車子 像這部86其實 號稱200匹啊 不過 實際上 上馬力測試機的時候 一般來講 可能只有拉到 160 170匹差不多了 號稱200匹的車子 也許你還可以 稍微稍微的 隨便亂踩油門 但是當 後面我們會給各位示範 後面的課程 如果你開到一些 真正的比賽車 或大馬力的超跑 Rumborghini 或者是 GT3 以上的等級的車子 其實油門的操作變得非常重要 也就是 一開始的講到 你的四輪 油門跟煞車 是控制你前輪跟後輪 前後的配重的平衡 就像一杯水一樣 方向盤轉彎 左轉右轉 操作不淡 會讓水從左邊邊灑出來 那油門煞車操作不淡呢 一樣 你一杯水會從 杯子的前端後端灑出來 那這個都是 不正確的差價方式 甚至很容易的會引起危險 譬如說你會在賽道當中打轉 那 這個在實際上 馬路上 如果有這種失誤的話 幾乎是 可以說是 輕則 大概車子報銷 重則 人員傷亡 所以這是要非常注意的 好那我們今天的客人到這邊 下次再跟各位再見了 掰掰